早晨,8月10日星期一 我知道大家心急,早晨早點做 但也不用這麼緊張,吃了早餐 起床也看到,第一次想起什麼 今天的香檳又沒有了,超市的香檳又被人買了 這次不是我們民主派買的 很討厭黎智英的人買,藍營的人買 民主派也有很多人很討厭他 大家知道有個芒果佬天天罵黎智英 終於全家產了 兒子也有事,不要說兒子 不過新聞說,黎智英是來耀恩,27歲 兒子不是搞茶餐廳,都勾結外國勢力 有些勉強,你想想,七二一號才通過 國安法說明不夠既往 之前當然是精彩,智英哥當然是精彩 七二一號之後有什麼做過 沒有什麼可以做 不是打個電話給彭斯,認識的 去年拍照,打個電話說,大哥還不動 還不動,幫忙啊,不行啊,救命啊 這樣人之常情,你怎麼會被人欺負 你當然要找大哥聊一下,叫他快點 這樣可能搞到大哥很快手動 可能有些這樣的事情,我猜而已 猜而已,猜而已 猜而已,不是,沒有的 他已經保釋了,申請保釋外出 出外又不給,變了困在家裡 最多就是上網,兒子呢 兒子呢,兒子更離譜 好像通緝七個人,Mark Simon Mark Simon這個人都知道 真是很唯有,不知道嗎 不說,不說,這些,大家看新聞 我也是,抓到蘋果日報的編彩人員 我1998年,幫蘋果日報寫專欄 後來還有一個星期寫出七天的小框框 到2004年才玩完了 始終是舊版,他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他 不認識他的,不認識他的 但其他的編輯都被他解僱了 多年來,他都是人和有些問題 總是,他人太高了 Anyway,他是民主派的icon 今天終於出事了 什麼事呢 很明顯是因為制裁 其實我一直想著今天要講制裁 過了三分鐘 黎智英大約是這樣 大家知道是什麼事 因為第一波制裁是有效 震懾效果是明顯 所以就要動黎智英了 這幾天,第一波是星期五 星期五公佈了,星期五公佈了 那些人大政協,那些什麼 什麼梁愛思啊,藍衛珠啊,梁美芬都好像沒有說話 我兒子在美國嘛 估計而已 很多不像樣的,好像散散地的陣營一樣 包括那些,除了大波man那類的小角色 什麼李斯煙啊,那些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 總之這幾天是真的幾靜下的 結果逼著那些公務員出來說話 知道了人工不說話就不行了 反而那些可以有少許空間 幾大一點,壓樓一點 軍心不定 所以今早你說離譜或者過分又可以 你說它不迫於無奈 其實更加適合老共做些事 那我是否在這裡幸災樂和呢 阿姐英哥,你舊好板 不是這樣說的 我要提一下英哥一句 定點來,因為我以前講過了 你要知道,拘捕不等於告 現在沒有人告你,只是調查而已 兒子尤其是協助調查而已 搞探廳都勾結外國勢力 協助調查 拘捕不等於告不等於告得入 告得入還可以上訴 還有告得入不等於總罪 可能是守行為都是犯罪的 可能是社會服務令都可以的 他只是拿個彩 不過後面很多,不需要猜的 我不是預測結果 不能預測的 不過呢 由守行為到終身監禁 裡面有死刑 都是可能的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不太害怕 震驚 因為我在這裡講過 我最害怕的是暗殺他 你要制造震懾效果是暗殺黎智英 這樣就真是震懾所有人 但沒有被自殺 那些人真是害怕了 沒有,現在是正正經經 依法辦事 好啦,玩了司法遊戲 他們最喜歡的,泛民都很喜歡 現在大家看看泛民的表現如何 我們食君之陸 現在要擔君之休 要做事的了,不好意思 我都算是這樣,我支持的 一定是原則來的 大哥你撐不住 到我們那些蜘蛛蜘蛛蜘蛛 開始害怕有事的了 是不是 這樣就沒有很久會輪到我 放心 我本來是想說什麼 我是計劃得不錯的 今天的talk 被他搞亂了 因為第一波震驚效果 其實你看到三天來 其實是不錯的 其實是符合老美自己的預測 今天抓了人 其實更加證明震驚效果是有的 而老共開始均心不穩 這個才是重要 因為他均心不穩 他一定要穩定均心 就要掃強硬的手段 我們都講過 在昨天的訪問上講過 你能夠做什麼 我估計是做不到什麼 理論上你一定是 他制裁你的官員 你要制裁美國的官員才有意思 我估計他又是關門打仔 只能夠加重力打仔 結果就打了大仔 最壞的大仔 好了 只能如此 這個你顯示他 其實他沒什麼辦法 在美國人來說 怎樣 沒有義氣 最多說我沒有義氣 救不到你 你看別人那個 你又說自己肯殉道 沒有嘛 自己說 打電話給蕭先生說我會殉道 我不走的 你自己說 看死你不敢怎樣 所以沒事的 你就做 現在呢 反而你做了之後 不給面子 動我一條爬 是不是 那就會 動第二波的制裁 是不是很正常 是不是很正常 老共現在加碼了 那大家就加碼了 那加碼會是哪些人呢 開始 我看呢 有兩個可能的 一是向上走 向上走 就要動行政 律政書 即是人大那個 行政就是 就是上位來 兩個都上位來 負責香港事務 行政 如果立法的呢 因為立法是 他就動了 律政書 人大上位 這些 這些就重要了 這個真的重要了 這樣呢 我看又未必 未到這裏 在老美來說 這麼多 正在享受這個 整個局 開始開局了 開始搞你了 開始有成效了 不用那麼快出絕招 絕招拿了他的命 不能玩 那 好像貓粥老鼠 先玩一下 評級 即是 林鄭評級的人要動 那就是行政會議 香港人大代表 這個level的人 怕你來聊 即是可能是制裁名單出 那麼呢 另外呢 下級了 下級都是重要的 是吧 因為只是動 雖然動了兩個 警務處長 下面那些 指揮班級的 做了很多壞事 個個心中 在怕 突然間就中了 可能中了 即是 DQ主任 教育局長 其他局長 楊潤強 我覺得應該動這個人 那些做了壞事的AO DQ DQ 那些已經做了DQ的行為 去年DQ 黃之鋒那個 那些 之類 以前DQ 去年還去年 現在新 不是喔 不是喔 動他 動得的 之後這批 DQ 12個人這批 這批 政務主任 這些都動得了 還有立法會那些 平排的 就是那些 憲制派那些 今天我猜 一會兒會 建制派站出來 開個技招 譴責中共 譴責中共 支持中央 我國中央 讚賞拉黎智英 即是會做這些 迫著都要做 陰功未做 過了個周末 現在這樣 大家要小心 他的表情 他的表情 真是 心慌慌 面懵懵 心慌慌 但是又要說這些 真是陰功 那麼 很清楚 整個大小 我們未到最後 我們看回現在的大小 整個大小就是 是臭效的 就是老美正在評估 現在的成效 第一波 然後才決定第二波 當然第二波 人家動你 你又不能不開第二波 唉 我也覺得 冤冤相波 何事了 為何不大家 是吧 但是沒有的 共產黨還是要困 那就沒有了 你看到第一波 即是動到的 立竿建影 梁卓賢先閃了 不應該只是鄭佑華 真的負責刑事檢控 一直都是這位梁卓賢 他已經 沒有動他 可能是跟他談好了 其餘那些人 那些人呢 走了去那個警務處長 退了休那個 盧偉聰 盧偉聰原來和我兒子 團聚在美國 現在可能要被人趕回來 還有林仔 林仔已經先走了 林仔就回來和媽媽團聚 這些都是令到其他人看到 心中戚戚的 怎麼辦 那怎麼辦 第二波 第二波 向上就最好 你動韓正 香港人當然想 你動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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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散習近平 動習近平 不是 現在向下 我覺得第二波是平走 然後向下 向下就 你知道 都說制裁伊朗上賣人 電腦時代以前很難 你以為現在很強疑 放了個名字 放了個資料 以後你就不加產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這樣 你要出現一種現象 可能就是爭相 找美國領事館 或者美國有些什麼代理人 之類之類 中間人 我不是的 我跟著就 我投誠 你看看 商界都沒出聲 沒有出聲察政府 真的很恐怖 政府 除了那些 逼著要出來說話的官員 說話都不清不楚 張燕宗先好笑 不會影響香港繁榮 當然不會影響繁榮 影響利班 吳家慘 香港當然沒事 安定繁榮 我相信的 經濟沒事 因為經濟有事 大家有事 美國都傷 現在只是傷你那些混蛋 你們自己想 被犧牲 你看看何志平 你看看那個十五個唐娟 美國領選官那個 這些就是你們的結果 如果老共 量不上這件事 我是他 我也量不上 我想教他 有什麼好辦法 提議 都沒有的 我想一下 想來想去 我都不知道怎樣 你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之外 會出現軍心悶散的現象 香港整個建制陣營 政府裡面 政府外面 都會出現一些不清不楚 開始自己各自想事情的情況 你叫都叫不通通 那駱惠寧下來 人生又不熟 來到香港 沒有一件很聰明的事情做過 大半年 所以這個情況 會是惡化的 表面看起來好像很惡 但是越來越空虛 空虛 絕對空虛 整個共產陣營 香港的港共陣營出現一種空虛的現象 最終又怎樣呢 都是要退讓的 我覺得 所以我說很樂觀 影帝訴求 一不可 會主動退讓的 因為他一直的想法 都是你們外面制裁好 怎樣都好 老美搞事都好 做樣子 環球制裁都做樣子 差不多就肅沙了 然後就沒事了 經常說六四都是這樣 六四這麼大件殺人 現在都沒殺到人 都沒殺黎智英 都說了差不多 說不完 多開心 留點東西明天說 不是明天沒話說 大家都不高興 我的結論就是 老共 大家想一件 立乎其大 我們只想一件大的事 老共究竟是否輸得起香港 他捨不捨得 真的不要香港 這隻會生金蛋的我 如果他是 沒有所謂的 他經常說沒有所謂 是否真的沒有所謂 你想一想 你給我這件官 我不要這件官 他真的扔到地上才是 整天拿出來仰來仰去 不行 我不要的 我不要的 其實不是的 很緊張 他輸不在香港的結果 又怎樣呢 就讓步 問題是怎樣找個下台街 好好看 不如跟老美妥妥 跟香港的反對派妥妥 至於阿智英哥 受多少屈辱 沒辦法 不用怕的 黎明 來臨 這樣 有什麼advise大家呢 買定香檳 第二波就來了 制裁